出埃及记第一章 以色列的众子 个人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 他们的名字是 刘本、西缅、地位、犹大 以撒加、西布伦、汴雅敏 但、拿佛塔利、迦德、雅舍 他们全是雅各所生的 共有七十人 那时约瑟已经在埃及了 后来约瑟和他所有的兄弟 以及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繁殖众多 人数增加 极其强盛 遍满了那地 那时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 兴起来统治埃及 他对自己的人民说 看啊 以色列民比我们众多强盛 来吧 我们要用巧技对付他们 恐怕他们增多起来 一旦发生战争 他们就与我们的仇敌联合 攻击我们 并且离开这地 于是他们只派都公管辖他们 加重他们的重担 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除货城 就是比东和兰塞 但是埃及人越苦害他们 他们就越发增多 越发繁殖 埃及人就惧怕以色列人 于是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苦工 埃及人使他们因做苦工而觉得命苦 他们要获泥 做砖 做田间各样的工 这一切苦工 埃及人都严严地去使以色列人去做 埃及王吩咐两个西伯来接生父 一个名叫施弗拉 一个名叫普阿 说 你们给西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 要看着他们临盆 若是男孩 你们要杀死他 若是女孩 他就可以活着 但是接生父却敬畏神 不照着埃及王吩咐他们的去做 敬让男孩活着 于是埃及王把接生父叫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做这事 让男孩活着呢 接生父回答法老 西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 他们很有活力 接生父还没有来到 他们已经生产了 神恩待接生父 以色列名增多起来 而且非常强盛 接生父因为敬畏神 神就为他们建立家世 法老吩咐他的众名说 凡是西伯来人所生的男孩 你们都要把他投在河里 凡是女孩就让他活着 吧 优优独播剧场——